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收黑下去的 甚至你看到今天外资不管在期货 在选择权甚至在现货 全部都是同时都是站在一个卖方的 那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部分 我相信你只要是姓小师的中史观众很清楚知道 这是我在9月18号 这一波要见到波段高点 10664前的前一天 如果导播可以的话再帮我带一下这边 这是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 对不对 这是在9月18号是在这边 9月18号当天收到10631点 当考是见到波段最高点的前一天 当这边全市场 影片的官都告诉你上看1万1 上看1万2 写二第五波的时候 谁在9月18号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 对不对 台股的第四季的完全攻略的关键报告 那时候讲得很清楚 只要跌破10500点 指数会怎么样 这一波会回撤半年线 来到10250到10300点 这一波刚好最低来到多少 来到10257 这一波最低刚好来到10257 好当来到10300点上下附近 很多人开始恐慌的 很多人开始悲观的时候 我想我在整个上个礼拜的一个相对低档区的时候 我讲过我不奢求空到最高点 补到最低点 就像我之前我不奢求买到最低卖到最高 但是我总是会在相对高档 提醒大家 小心这一波的一个快速打回的一个急沙坡 那一样的在相对低档区 我想当时已经跟投车预告要做反弹了 所以不管当时在个股的平概股 放空的平概股的获利回补 在整个所谓的指数方面 透过大财富操作 我想我在当天 我都很肯定 我都已经在节目当中公开告诉大家 全部都做大幅度的回补的工作 不管在个股的空单 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空单全部都做大幅度回补 那为什么要做大幅度回补 就是预期这边有机会做反弹 好那整个弹煞过程当中 我想也许很多投资众会觉得说 因为是可能 但也不能说完全例外 为什么台股谈到整个这边 1046几点 昨天上涨81点 当全市场开始这关的时候 甚至可能很多的专家 很多的投资朋友 可能在今天一早上 一大早一觉醒来 看到美国股市大涨 想说哇 那台股今天是不是要大涨大涨特涨到边去 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台股也准备一飞冲天喷出去的 那怎么喷到最后 今天大阪加群指数 我想你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大阪加群指数是今天 是开高走低 中场指数是小涨了4点左右来做收 为什么反而涨不上去 我想这个就是我之前在低档区 你很清楚知道 我在这边10300点上下 我跟大家预告会来到多少 会在坛上来10460上下附近 10400到10460 当然你可以说老师 最高今天盘中最高看到10495 比你预期的反弹幅度还要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我相信这个我至少在这边 告诉你要小心 对这边邀请你跟着新角色会员 一起来放空下去 赚了这一波的空单 对不对在这边我告诉你要反弹的 那也真的弹上来的 那我说了嘛 第一个为什么踏盘指数今天是小涨 就技术面来讲已经来到10500点 这是之前的高档的头部套牢区 我想这边融资套了100多亿 这边如果把每天的成交这样加起来 我当时也讲过 套了2.5兆的筹码 而这2.5兆筹码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大部分都套到的是散户 这一波大部分踏到是散户 因为过去整个9月份 外资在台股市卖的大概600多亿 上个月外资在台股市卖的600多亿 这全部买的 不管是用现股或者用农资 70% 70%在这边套到是散户 对不对 那我说第一个已经来到压力区嘛 第二个可能因为明天是中秋节 也许有些人觉得说要放假的一个关系 或者我个人认为是说秋节过后 紧接着又是准备国庆日的4天年假 在整个4天年假的校运这边 短期的一个观望 或者我昨天不是有提醒大家吗 你要小心这几天去抢反弹的内支 这几天去拉台的一个内支 会不会可能在整个不管是在今天的早盘 或者在可能在整个中秋节过后的 礼拜四或礼拜五 因为毕竟接下来是4天年假 外支会那个内支 不要说外支 是这一次进场的内支 会不会有短线获利了几年卖压 会不会特别是在这礼拜四礼拜五 你要特别注意 好那我想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为什么台股这边相对弱势 原因里有还有两个很重要 第一个为什么外支 今天卖超台股43亿 为什么外支今天还是站在卖方 好不容易 前两天外支买了一点点回来 对不对 大家放心了 大家觉得放心了 外支又回头买超台股的 结果不好意思 今天马上外支又把前两天买了买超 今天连带利的全部拖回去 今天外支在集中市场卖的43亿出来 原因理由其实就是我之前跟投资友讲过的 新台币如果在区扁的情况之下 今天盘中新台币不是扁到整个最近这两个月的新低吗 你去看最新的 新台币是扁到最近这两个月新低 那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已经领先市场告诉大家 新台币如果是一个区别的 你不要期望外支会大买股票 你不要期望外支会大买股票 外支绝对是出多尽少 也许过去这一两年来 外支是台股的大买家 也是大赢家 但是我说外支会从之前的助力 变成现在的助力 因为外支在新台币区扁的情况之下 外支真的很难买很难大买台股 这是第一个 从原本的大最大买盘的外支 现在可能变成整个盘面上最大的卖压 来自于外支 那你看外支每天几十亿几十亿可以到的话 虽然不是几百亿给你卖 但是我相信至少对整个台股的这边的筹码 短信的筹码面 以及指数的涨幅一定有影响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之前 为什么当时大盘家卷指数 在高档这边 很多人喊一万一 很多人喊一万二的时候 甚至喊一万二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这盘绝对涨不到哪边去 记得那时候我在这边高档去讲过 如果最占全职的贫盖股涨不动 最占全职贫盖股涨不动 包含你说除了台积电大立光 你看还有鸿海还有可乘和硕等等这些平概股 如果涨不动的话 我说大盘家卷指数 你说光靠那些中小型的股票 AI的股票靠电动车的股票 你觉得能够把大盘指数拉大脑边吗 我相信绝对是为乎其为 那我们回过来看 你看这个包含在美国股市也是一样 美国股市不是昨天继续大涨 且下地史新高吗 可是你回过来看 跟台股里面最息息相关的一档股票 来导播这边帮我带一下 这档股票叫做苹果 那你会发觉 不要说苹果昨天是股价是收小黑 到目前为止有做跌升反弹 你会发觉这边有一条紫色的线 这条紫色线叫做月线 你看很惨 苹果的股真的很弱 到目前为止 美国四大指数在创新高 但是苹果的股价竟然连月线都还看不到 连到现在为止只谈到多少 十字线上下附近而已 苹果的股价竟然离整个高点 这一波的前波的高点还这么的遥远 好那我说你看连苹果都涨不上去 那你别忘了 美国股市叫做简单平均 但是台股叫做加权平均 这都有差哦 那如果当整个这些苹果都涨不上去 这些苹果如果再涨不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觉得台股要涨到哪边去 就像你看到今天就主要靠 台股店在撑指数嘛 可是你看看这些相关的平概股 红海今天又收黑 你看到目前为止都是相对的弱势反弹 对不对 这一波在高档区 我带着我的会员 我带着性角色所有来车粉丝好友们 放空下来你就知道 我想这一波性角色带着很多的忠实观众 避开了红海这波的下跌风险 不仅避开风险 还可以反手顺势 放空再赚那一波一来一回 做多被套十几块跟放空赚十几块 我想一来一回真的差很大 到目前为止 红海在这边 那你要听清楚哦 其实这几天我都已经在LiX粉丝好友里面 群组里面提醒大家 应该是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礼拜五左右 会公布九月营收 九月营收可能会让你吓一跳 九月营收可能会让市场上很多投资者吓一跳 有些话我点到为止 九月营收可能会让很多人吓一跳 这包含 你说我们除了红海之外 这波也是跌很深的可乘 从整个之前在三百九十几块 三百七十几块我看空可乘下来 一路的跌到两百七十六块半 好当跌到这边两百七十六块半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带着你套了细菌园 可能套了一些其他平概股 套了其他的很多的股票的一些专家 开始说雇左右而言他嘛 开始骂可乘的时候 你会发觉我跟市场上最大差别在哪边 我不是死空头 但我更不是死多头 我是很客观的跟大家做分析 我知道在高档 带你卖可乘 但是在相对低档区这边 我相信如果当时你有可乘 你又来找我的人 对不对 我一定有告诉你 你这边不要砍 这边至少先等到反弹再说 所以当时我们告诉你 反弹什么价位该出一趟 第一的话我可没有说从此可乘 可能要一飞充电大涨特涨 我跟你讲反弹到什么交易 你该出一趟 我想这几天我在节目中提醒大家 每次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瓶盖股弹上来 你手上有的 你千万不要一路的死报活报 以为就这边就跌完了 我现在一路报了 我不管买到来一档瓶盖 买到鸿海 买到可乘买到井硕 买到所谓的核硕 买到的GIS 买到的台郡 对不对 这些买到美绿这些瓶盖股的 都可以赶快迅速的让你解套获利 我一直跟投资讲 如果你是这么想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应该不用几天的时间 应该再剩下没有 不用再出几天的时间 我绝对再让你验证 一定再让你后悔一次 如果你手上有瓶盖股 不把握这次卖点的人 不用几天的时间 我先跟你讲不用几天的时间 一定再让你后悔一次 信不信由你 好那你说整个可乘谈上来的 不是昨天今天的报纸都写出来吗 三大外资 看好可乘 调高可乘到买进平等 建议买进可乘 三大外资 今天报纸都告诉你买可乘 那怎么买到可乘 今天却是开高走低 几乎受最低 结果 所以我有时候讲说外资的话 有时候你要看他是讲真还是讲假的 三大外资不是说今天看好可乘吗 你要不要去看看今天外资法的 针对可乘是有没有真的买 还是利用告诉你买进 这个利多他在做调节出货 今天外资可乘又卖了6000张 光可乘今天外资卖了6000张 你去看我讲的对不对 卖了6000张 谈到月线你看从270几 如果到今天310几 也谈了40几块上来 你看月线到今天下来 马上又有加差出现了 你觉得我讲这个对 这包含当时的这看美率 这一波也是相对的弱势反弹 那看着看着不要说到时候 9月以后公布完会不会股价又破底下去 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是一些跟对一些股票的部分 那也因为大盘加拳指数来到这边 我想我不是说今天很多的苹概股又拉回 我才像其他专家一样发麻烧泡 之前在苹概股还没跌之前 苹果星期还没发表会之前 我就已经领先市场 告诉大家苹概股你要早卖点 对不对 那同样的在这次的低档区 我会告诉你有苹概股的空单获利回补了 包含鸿海补在105我都告诉你了 包含台均也补了 包含在整个台还有紧缩的空单都回补了 你都知道 但是这次谈上我昨天已经提醒大家的 第三季财报不好的或第四季涨望差的 包含一些苹概股 你要把握的是反弹结束的卖点 那更积极的投资朋友 你还可以把握空点 所以针对整个个股 以及透过指数外面在大财户操作 我认为接下来就很重要 比方说 你可以加入新角色Lite粉丝好友们 你可以把纸笔拿出来记下来 或者你先拿出手机拍照下来 针对整个指数跟个股 接下来在整个中秋节过后 进入礼拜四礼拜五 我要怎么带着我会员 新角色要怎么带着我会员 我要怎么带着 所有新角色Lite群组的粉丝好友们 来做这些操作的动作 我想这边让你提供给你做参考 我相信我的东西至少都有7000多个投资朋友 公开的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那来看 第一个针对整个指数外面 透过大财富的操作 我这边是建议来到压力区 小偏空操作 只要10月18号涨不过10600点 你可以随时获利放口袋 我没有说一定要摆到10月18号 小偏空操作 那何谓小偏空操作 只要10月18号涨不过10600点 大家可以随时放口袋 当然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 盘中的一个正确的进出的一个位置 你当然可以直接加入新角色一个大财富会员 但是你会发觉 我都会带着新角色的Lite群粉丝好友 你也可以一起来操作 再针对个股的部分 你听清楚 我想我刚也讲了 因为接下来7号8号9号10号 是4天的国庆日年假 所以很多的公司 他会在礼拜四以及礼拜五 也就是这两天怎么样 可能会有上市会高达7到8成的公司 会在这礼拜四跟礼拜五公布9月的营收 所以当9月的营收公布 信号是我要带着的会员 要带着所有Lite粉丝好友们 做什么动作 来听清楚 事先给你做预告动作 过个中秋节回来就准备出手了 就随时准备出手 下次出手时间很可能就是在礼拜四 最慢礼拜五左右 对等这几天 有没有看到9月营收公布 已经锁定最少两档 第三季营运建高 第四季开始下滑的电子股 准备出手放空 准备出手放空两档电子股 那不管你有没有做空的投资朋友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手上有股票投资 特别手上有电子股投资朋友 你最少最起码一定要成为信角色Lite粉丝好友 原因留在那边 不要到说我放空股票刚好是你手上股票 就好像我当时在放空红海 对不对 你总不希望你有红海被我空到吧 就好像我在当时放空紧缩 你总不希望你手上有紧缩 刚好被我空到吗 我空我会告诉你 你要避开吗 就好像当时我带着我的会员 带着Lite粉丝好友们提醒他们 我在放空台郡的时候 你总不希望你台郡从140 130 120 一路买下来被套下去吧 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你觉得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第一个你手上股票的人 你一定至少要成为信角色Lite粉丝好友 至少我在整个礼拜四过后 放完中秋节年假 中秋节明天礼拜四回来 我随时出手放空的时候 我在提醒大家的时候 在一提醒大家的时候 你至少避开风险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更积极的投资朋友们 你也认同信角色的看法 你也认同信角色的操作理念 这边谈到10500点这附近 或者10500点之上 应该针对一些弱势股 应该针对一些财报不好的股票 反弹结束再空它一次 如果你想跟着信角色 我顺势放空这些空头的弱势股票的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直接加入信角色会员 因为我一定是先通知会员进场 等会员穿架成交的时候 我也一样会在Lite粉丝里面提醒大家 当然除了说看空的两档标的之外 我也锁定一档准备做多的 换句话说我目前锁定的三档标的 三档标的两档准备 礼拜四或礼拜十五 就是出手放空 当然也同时锁定一档准备做多的标的 但针对这两档准备放空 还有一档准备做多的标的 这三档股票 待会下半场 让信角色我在节目当中 再稍微给你做一些提示的动作 好不好我们休息片刻 马上回来谢谢 Hotels Combine Hotels Combine Hotels Combine 比一比 价格一定最惊喜 饭店订房 熊盖高币 Hotels Combine 比较百搭订房网站 一次搞定 找到最佳价格 Hotels Combine 开车的时候有Airwave在手 随时随地让你觉醒一下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为您下好每一步棋 无论股票期货选择权 为客户掌握独到的投资建议 强大的投资团队 让投资观点加倍清晰 专业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02-2321-9933 谁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缴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念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哇哦 哇哦 免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额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如果我们对十安很放心 对于我们的十一助行也很焦虑的话 希望你来加入我们消机会之友 让他们来捍卫我们的十一助行的权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想要锁定放空 你说我会锁定放空的标记在哪边 我点到 我暗示你 我提示你 刚刚也讲过了 鸿海的9月营收应该会让大家吓一跳 希望听懂我在跟你表达什么 可称9月营收还不错 但是目前谈上来来到这边 应该可能是反压区的 另外包含在整个台郡 最近这几天不是刚好谈到月季线这附近 我想之前跌到108块的时候就告诉你 应该会谈到120块的台郡 现在120块上下附近也来了嘛 那景硕你要听清楚喔 很多的屏概股喔 如果特别没有所谓的iPhoneX订单的屏概股 你千万要小心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i8卖的不怎么样 i8 Plus也不怎么样 现在整个屏概股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都寄以后望的是在iPhoneX 但是我今天也先跟你讲喔 iPhoneX的一个手机的出货量 今天还有持续下修 详细的情形 我都在整个今天的iX粉丝好友的盘后分析里面 我告诉大家 今天又有法人 下修 今年iPhoneX的出货量 从原本的预估4500万支到5000万支 下修到4000万支 最近这两天又再度的下修到3000万支到3500万支 这个我详细的情形 你可以看我的iX粉丝好友们 那我刚才讲的嘛 如果是iPhoneX比重比较低的 比方说组装厂里面 合硕的iPhoneX比重就比较低 比较低 对比方说在整个景硕 虽然它类载版书有出iPhoneX 但是大部分订单已经在滑通的手上 它的比重比较低 对不对 甚至包含在整个真顶 类载版主要是出i8跟i8 Plus 对 TBK 出控贴合 它也是一样 iPhoneX的比重比i10还要低 主要比重比较多 还是在i8跟i8 Plus 甚至包含在整个瑞宜 这根本都不用讲 因为要做的是主要是做什么 LCD的背光模组嘛 既然它主要做的是LCD的背光模组 那就不用多讲嘛 iPhoneX是OLED嘛 那代表什么意思 它根本没有任何一支iPhoneX的订单 如果没有任何一支iPhoneX的订单 之前在高档做了个大头出来 我想可能未来这几天的反弹 你要特别小心 这包含可能在整个晶电 我想LED的旺季就是在第三季结束 第四季跟隔年第一季是传统的淡季 还有市场在炒的MicroLED 其实这叫最快 我讲是最快 不是最慢 最快最快都要明年下半年才有机会量产 所以这边如果这几天混的晶电 你不觉得都相对弱势弹不动吗 那如果最近弹不动 会不会哪一天 当大盘指数该下来的时候 它反而准备破线下去 至少去回测季线甚至更低 你要特别做个小线的动作 当然我刚刚讲的这些 这么多股票就是我锁定的 其中可能会有两档 礼拜四或礼拜五 我就要带着我会员 我就要带着所有来自粉丝好友们 准备进场放空标的 同时我会锁定的这一档 我觉得有大概五成左右涨幅的标的 第四季传统旺季 毕竟现在已经是进入第四季 你要买的就是第四季的标的 下半年获利是上半年大概二到三倍 过去这13年历史的经验 你只要在第四季买它 隔年出卖 你赚钱的几率加近八成左右 目前股价在20块上下附近 约有五成左右涨幅 所以这档军师联盟 就非常的有机会 让过去这段时间 你可能自己或者跟着其他专家 操作亏了钱一档股票 就有机会连本八一赚回来 什么时候进场买 欢迎你加入新小市的会员 或者带着粉丝交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